大家好,我是李学正 今天再给大家聊一聊中国演出协会对艺人,列地艺人进入警示名单的话题 前两期我也是发了之后,引起大家的日益 包括其他的媒体也对我进行了采访 那么我今天就单独的对张哲瀚这个问题要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尽管他现在已经被打入冷宫 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了 但我觉得由于我看到了广电总局一个公开信息,一个文件 上面明确的访认了广电总局这个机关 对张哲瀚本人列入列迹艺人,下架他的作品 证明这些行为,广电总局是以公开信息的文件的形式作业发布的 这网上大家都有 今天呢,我又看到了一个11月10几号的 也就是比广电总局那个还要近的同样内容的一个公开信息 这就等于不管是国家广电总局还是国家文女部 都对这个张哲瀚这个事件没有定行为列迹艺人 或者是要求各平台下架他的作品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 演出协会网络直播分会 把他列入排名在吴亦凡和正访之间 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议论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你想想,你一个演出协会 把他就列入这个警示名单了 但是广电总局和文女部明确的否认这一点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我给张哲瀚没有任何的私人来往 我都不认识他 连他的作品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唱歌的 还是演戏的 仅仅是对这么一个事实事件 我觉得一个人 一个法治社会 如果有惩罚性的东西 特别是对任何人 对公民的惩罚 是必须有申辩申诉机会的 要有惩罚程序的 这样我们这个社会 才是让每一个人都得到 公正待遇的 艺人 由于最近这两年 艺人的声音确实不好 这个老大星啊 对这个艺人的天假片酬 娱乐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 这个不光彩的事 一件就一件 名声不好 所以呢 这个特别是劣迹艺人 几乎撑了国家老鼠 人人都可以喊他 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最有用得 没办法 谁让我们这个行业 没把民生给竖起来呢 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呢 是吧 但是毕竟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我们惩罚人 惩罚事件 要有惩罚的效果和动机 我们惩罚累积艺人的目的 是为了让更多的艺人 树立起政治的道德观 树立起社会的核心价值 树立起我们的民族自豪看 等等等等 是吧 惩罚之后 是不是应该给这些被惩罚人 一个申诉 申辩的机会 你不能在大街上 人家泼你一身 使水 你用水去洗 那有人就说你这是浪费水资源 破坏社会秩序 再次打入你冷骨 那这就是不对了 那这种社会 这种情形化的社会 是要命的 我们不能再回到 当年那个疯狂的时代 那十年里面 那这样呢就是 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我觉得我们的党中央 一直以来 号召我们依法治国 干什么事就要 有法律 要有依据 对不对 广念总局 国家文理部 都明确的否认了 张哲瀚的 这个列级艺人 下架作品的这么一个行为 没有这个事 那么演出协会 你的来源 你的依据是什么 再加上我说了 现在是网络世界 网络经济非常厉害 文化产业发展得非常迅猛 那么你把它列入 列级艺人清单以后 以后他的事业 他的发展 肯定受到极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旦进入了列级艺人名单 他肯定会使用 自己所有的手段和资源 来进行公关的 对吧 那么公关的时候 他找谁 他自然要找到你 那么找到你的时候 你是以什么依据 给他申诉 平反 最后谁来说了算 界定 你必须接受这个惩罚 或者你取消他这个惩罚 谁说了算 你这一套 都得用民规则 对不对 你这一点 我觉得如果弄不清楚 只知道惩罚 而不知道建立程序的公正性 那你这个问题就 社会效果就大大折扣 我认为 每一个惩罚措施 都必须有法律的保障 有程序的正义 才能实现结果的正义 这是一个大道理 是吧 那么 你比如咱们演出协会 这一块 惩罚人 你申诉 你得让你到你的上级 对吧 但你到你的秘书处 这显然是不妥的 对吧 再加上你 这个这个 协会 它是一个企业性质 是吧 你的会员单 是怎么来的 会员名单 据说是会员名单 会员 叫会员单位提供的 那就是不正确 人家说到一个叫什么乐华 孟某旗 可能也有点语情 怎么不把它列入 清单里边呢 这个孟某旗 是不是给这个乐华 有关系啊 乐华给演出协会的 直播分会有关系啊 你做到了一碗水 端评没有啊 你经得起社会的调查 监督没有啊 你经得起有关组织 将来的调查没有 所以一份权利 必须有一份责任担当 这是对应的 否则就失去了 利益 是吧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社会 更加美好 都希望我们这个行业 越来越健康 都希望我们的艺人 越来越懂规矩 所以现在这个艺人啊 说实在在这个政治修养上 学习上 是很缺乏的 不知道学习 不懂得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出事呢 是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 只要你爱这个社会 爱这个道 爱我们的人民 那么你这份心 特别的厚重 特别的朴实 特别的自然 那么有些事就不用那么 谨小身为的 你该发言的发言得了 是吧 现在不行 你要这个养出学会 很多人都不敢转载 不敢发 我觉得 没那个必要 人嘛 都必须 要有 一个正确的 正义感 啊 责任感 看见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妥的地方 要大胆的提出自己的建议 只要对我们的社会有好处 对吧 你看 张哲瀚是个敏感词啊 啊 有的地方 对吧 就不敢发 我也不知道这个演出学会 有什么特殊的渠道 但是我认为 你比如我这期节目 如果被人下架了 我肯定从我法律来解决 对不对 啊 不要说一个电话 给你打 我就会下架了 什么的 我不错在哪 你都得给我讲哪来 就像 斯马达老师为什么厉害 哎 他先起了对这个 联想的这个质疑 哎 语境很大 联想呢 到现在为止 他也不回应 我估计 这也是一种侧语 是吧 为了保持舆论的叫门 不回答 但是他质疑是 斯马达老师先生的权利 这个勇气是值得 肯定的 那么我呢 前前几天 也紧随其后 支持了斯马达老师先生的质疑 网络上有很多 把我列出来的 是最先跟进的 但我不认为 这是什么一种勇敢 哎 不是这样 我就是一种对社会的一种 我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啊 没有什么私利 我也不会凑这个 凑这个热度 对吧 我们搞电视剧啊 搞什么影视啊 他这个热度比那个来的大得多 你这个热度还不如我当 九月份 报道 曝光 这个 黄历科 干扰 阻挠 打击 报复我们人民民意团队 那个热度来得高 那个那是 上万家的媒体转载 那一 维持了四天的热搜 是吧 也 是吧 我们也不追求这什么热度 我就认为一个真理 那就是 我们是法治社会 我们是依法治国 哎 不管你是行业协会 你政府部门都那么谨慎 对张泽汉 出了文件 那你协会 你确实应该给大家 有个说法 你不能认为 他有的人 或者他的粉丝 反映了 投诉了 当然 有些粉丝确实出格 要谣言 闹事 上访 制造混乱 制造 事件 那你要这样的粉丝 我告诉你 有人说的对 如果你不顾 法律的规定 资深 寻衅滋事 好了 收桌子 盒饭 剃头 马甲 你都得有 对不对 所以守住法律的底线 依法行事 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严谨 科学 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包括维护你偶像的权力 这才行 绝对不能 跳出法律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简单的说到这 感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感谢大家的权力 谢谢大家的权力